期间在大陆辽宁所举办的台湾州 虽然照常的举行 但是气氛显得相当的诡异了 国台办主任王毅缺席开幕式 改派主任助理 这个层级是明显的降低 而主任助理重申对达赖的立场 至于会不会影响两岸后续的协商 他就说要看马英九方面的表现了 已经连续举办八届的辽宁丹东台湾州招商会 今年要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但既定的活动却因为达赖到台湾访问 热闹的会场气氛显得诡异 原本预定出席会议的国台办主任王毅 因为坐镇北京观察台湾动态 改派主任助理李亚非与会 我们对达赖到台湾去的态度 是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这是一贯的 那么这件事情 它将要对两个关系造成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要关注后续事态的发展 对达赖的立场鲜明 但是不是会影响接下来的两岸协商 李亚非话虽然说得很重 但又很保留 那对于后续的协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讲的就是我们关注后续事态的发展 后续事态是不是跟马英九见面的事 我们要看 此外自称这一次是偷偷来 已经退出民进党的前立委许隆淑 对达赖访台一事 就希望大家都得要放宽心胸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应该大家都把心胸放宽一点 尤其是要了解目前台湾的状况 就是太多太多的灾难 达赖访台湾期间 大陆设台系统可以说是绷紧神经 但是发言相对小心谨慎 两次透过官方新华社对台湾提出警告 但是骂的不只是民进党 更是告诉马英九 现在是听其言观其行的留校查看期间 以上是中天新闻 林新线沈正彦 我们在辽宁丹东的采访报导